传在400校号作者,爱与篮球200118节的新秀中,可能大家要记住名字的球员还挺多的,天赋异禀的艾顿,伸手全面的东西级,必然变态的班巴等等这些热门球员暂且不论了,刚的骑士就汉化渣黄,重回总决赛和赛克斯顿很霸气, 大学期仙恶技班班的格雷森阿伦以后估计也会是大家经常还会讨伐的球员,除了这些球员,有一位球员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下,就还没正式打NBA比赛呢,他干货的事情就让人大跌眼镜了, 他就是今年被凯尔特人在首轮第二时机身为选中的罗伯特·威廉姆斯,身高206厘米地闸,227厘米的罗伯特是一位内线汉将,他的选秀模板是斯维夫特,打球积极,翻活泪活都干的风格, 是跟凯尔特人一贯的球风非常的贴切,但是他的形式风格却偏偏有点像马刺西靠拢了,球队选择完新秀之后一般都会先给新秀们来次电话会议, 介绍下球队的管理呀,上班的制度呀等等云云, 这位罗伯特第一次电话会议就直接缺席了,而他缺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睡过头了,这还不算玩忧,球队第一次集合训练这哥们,也是华丽丽的缺席了,原因就是因为不可描述的理由错过了好班, 很多球员都拼了老命的想要进入NBA好好表现自己,这哥们可倒好,刚开始就各种原因迟到和不接电话, 实在是让人有点费解,然而没过多长时间,罗伯特又开始向球迷秀起了操作, 他居然在两天里连续弄丢了两次钱包,第一天他把钱包落在了酒店里,直到登机前他才发现, 最后又火急火燎,他返回酒店就找钱包,仅仅一天后他又把钱包给落在了大学校友那里, 等他发现的时候他的校友,已经回到了拉斯维加斯,于是罗伯特给他校友打电话, 让校友把钱包给快递过来,要说他这校友也非常的奇葩, 他校友觉得如果是用快递寄的话有点贵了不太划算, 结果他校友开了三个小时,车程把钱包也亲自送来了,不太了解美国那边的情况, 这三个小时的路程有费的比快递费贵好多吧,对于自己经常丢钱包, 罗伯特非常兴奋的跟记者,说,他想到了一个口, 妙计口就是直接把钱包用浇水粘在自己的手上,这样钱包就不会再丢了, 而对于自己会知道的问题,罗伯特解决的方法, 是在凯尔特人的训练馆附近租了一个房子,用他的原话说是哭只有两分钟的路程, 绝对不可能迟到了,哼,这样一位奇葩的球员, 大家新赛季里,一定要多关注他的新闻, 指不定他又会搞出什么妖蛾子人事情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